有客人在看我很害羞 大家好,我是學渣 大家好,我是Congress Cafe Super 今天非常開心來到Congress Congress從三年前到目前縣址 最近即將要搬家 最近即將搬家 最近也在網路上掀起很多波瀾 大家很好奇也想去理解說 為什麼經營得那麼好的Congress Cafe 會在三年的時候 必須面臨搬家的問題 同時間呢 這麼一間成功的咖啡店 背後一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以及當初從攤車到咖啡館 到底Congress是怎麼一路走過來的 相信各位想要進咖啡店 或是對咖啡店 很有夢想的人呢 一個人會很想瞭解 所以我們今天非常開心 請到Super 來為大家聊一聊 這三年多來 大家經歷哪些事情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其實對自己並沒有說 就很有把握 所以說一開始是藉由很小本的經營 攤車大概十萬塊以內吧 然後就跟著自己的兄弟Bruce一起 那時候我們的想法其實很簡單 我們並不把攤車當作是行動式的店 而是我就把它當作是一家正式的咖啡店來看 從攤車呢,我們的構想就是 我們希望一家店盡量讓客人是可以來主動的找我們 然後我們要去應用一些行銷的方式 廣告的方式 讓大家看見我們 而不是說一般的攤車模式 反而是人多的地方我們就去找人 那這個部分會對我們來說 是比較跟人家不一樣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 像我們會在街頭 就有一位大哥 他就會把他畫的一個 大概兩百層 兩百五的大目的畫 直接在街上彈開 大家一起平畫 然後也有一些厲害的建築老師 他就在街頭直接講說 哇,最近北門他們正在興建 然後他有了什麼概念想法這樣 這時候其實我們了解到 其實咖啡他其實不是主角 但是更重要的是這些人與人的連結 跟大家的互動 那當然我們運用了咖啡 他只是一個飲品 但是大家會因為 早上要去一個地方喝一杯咖啡 然後可以遇到這些可愛的人 然後讓大家穿起來 攤車經營的半年以後 我們就覺得說 我們的一些概念跟 構想是成立的 那我們就試著想要去找店 那當然那時候 其實遇到了一些不錯的 對我們說就是貴人 然後其中就是 Lominit領大哥 他那時候二樓這個空間 是一個古董家具的廠戶 擺了很多古董家具 那時候我們就上來 他就說你們看適不適合 不然把這裡改成你們的咖啡廳 那時候其實 對我們來說 其實是一個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那為什麼這樣說 其實就因為很多 始終的朋友們幾乎每天都會來 那今天我們一樣是找在這個區域的話 其實這些客群他們就不大會去流失 就是他可以繼續的去堆疊 也因為有這個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我們要試著去變通 然後跟樓下的林大哥合作 那他是古董家具 那我們就利用了很多古董家具的 橙色跟白色 然後去創造了今天的Coverage 最重要的你說是那杯咖啡嗎 其實我真的從頭到尾不這麼認為 咖啡它是最基本的 它要好喝 但是它並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我們在經營上 怎麼跟客人互相的做連結 或是怎麼去跟這些客人變成朋友 甚至變成像家人 那就會慢慢的提到一個字 家 任何人在外面工作打拼 或是很多事情 你最放鬆的時候一定是回到家裡 那可能從大廳脫鞋子脫完馬上 可能第一件事可能是 就在沙發上脫一下 我自己是這個人 我都一定是先讓自己 待在沙發上 那時候可能或做或或 甚至翹腳或是扣腳 或是很放鬆 那我希望這裡 希望所有的客人可以這樣子 但是先決條件 因為你不影響到其他的家人 朋友客人 那在這邊你可以很放鬆 去做你任何想做的事情 然後你可以很愜意的去聊天 或是很大聲的去分享 或是去鮮血你的情緒 那當所有的客人都認同這一點的時候 其實這家店就成功了 好像今天早上 今天是2020的1月2號第二天 但是是我們2020的第一天經營 我很開心看到一位老客人走上來 然後其實當然我們中間隔著吧台 那就新年快樂 其實因為隔著吧台 不然我已經跳上去包他一下 就是他是我2020的第一個新客人 第一個客人 然後我們一起 他可能講說他今天有多球啊多笨蛋這樣子 然後沒關係我們聽他講 但是我幫他沖了我們2020的第一杯咖啡 然後一起分享這樣 他就很像是一個家人 其實當成那一剎那 他剛走上來的時候看到他一個老坑上 其實那就是一個感動 然後我覺得就是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支持我 讓Congress一直走到了現在這個樣子 然後你說他很成功嘛 其實對我來講 滿感動的就是他有活過三年 但是在第三年的時候呢 剛好我們的房東也有他人生階段的規劃 然後變成說房子必須收回去 因為這樣子呢 所以我們必須對我們 就是這個空間要去跟他說 不好意思我們要找新的家了這樣子 這個時候其實這個小溪來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 有一點shock 然後一個很大的震撼 對我來說其實 開一家店他不是就是這樣子 穩穩定定平順平順就好 我會是會有一些高潮來這樣子 然後對 那這個高潮就真的來了 然後對我來說 我需要在很短的時間內 然後再去找到一個新的據點 然後重新的來 那我一開始內心中 其實也會覺得有一點 生氣啊 怎麼會這樣在這時間點 那對我來說 現在的心情其實很 很看開 然後也很高興 原因是 反過來想好 如果今天沒有這個 這個點 這個事情的發生 也許接下來的三年 或是接下來的五年 Congress可能不會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他還是這樣子平穩的走下去 以台灣人的口味來講 可能 走個一年半 可能大家就會漸漸覺得說 這個家無趣 所以在這個時間上呢 其實對我來說 好像老天給我一個考驗 就是強迫你說 欸 變一點新玩意兒來 好不好 逼著我一定要去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我就覺得說 欸 好 然後 強迫自己腦袋 要再度的這樣動起來 而不是 不是這樣子一直 很 很 很被動 然後或是都沒有什麼變化 這樣 對於新店的概念 其實會 拉回 我一開始 跟 跟Bruce的一個想法 對於就是 一個 極簡風 但是 不會是 北歐極簡 我們希望做到的是 一個 有溫度的 極簡 那為什麼要極簡 我也省錢啊 其實 其實 開店就是 第三年嘛 然後對於咖啡的東西 有一些 累積 然後我們會 慢慢的會 讓自己有一些 禪 的概念出來 所以我會希望 以這個字 去做未來的 店的 呈現 然後 一個禪 一個 極簡 然後 接下來就等成果 讓大家去看看 是不是這樣子 這樣 那也許大家進來以後 可能會有一個 欸 這跟 原本的 Congrats 是一個 完全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 唯一不變的就是 它 還是 大家的一個 客廳 一個家 預計 新的店 會是在 三月 三月初到 三月中 這個時間 到時候一定會 公布給大家 然後希望大家 就來到我們 新家座座 舊的點 嗯 在 正式辦理的 前一天兩天 我想也會 希望大家 一起來 這邊 呃 有個紀念啊 簽個兵也好啊 什麼 踹踹磚牆沒有啊 反正就來玩 回味一下 我對自己的 期許就是 我希望 Congrats呢 很像 日本的一些老店 隨便便就是 五十年 一百年 然後一個老阿伯 還在那邊繼續抽咖啡 希望 當我一百歲的時候 還是 一間很 很 很 很有趣的一家店 這樣子 謝謝 大家